10系列一发布就被大家吐槽 不值得买价格贵 所以一段时间也是一跌再跌 直接来到5000价位 13 Pro Max更是大幅度调价 现在跌至4000出头就能拿下 像我们的货都是直接从档口老板家里挑一手 为了价格有优势 好货也能优先拿到 剩下的尾货基本上都流入飞扬柜台 让个人背包客消化了 刚好今天有位粉丝的定台 一直在由于13 Pro Max和14 Pro 都是4000多的价格 但粉丝最终还要选择这台 4299的13 Pro Max 13 Pro Max可以说是这几年最值得入手的iPhone了 A15满血处理器和A16几乎没有区别 或者1230摄像头 成像效果放到今天也还是第一梯队的水平 重点是120Hz自适应高刷真的非常流畅 加上4360mAh的大电池 13 Pro Max续航真的是9到离谱 安卓期间里面没一个能比的 总的来说 事前档位能勉强打得过13 Pro Max的 也只可能是新款的14 Pro了